这个一脸治愈 长得像某位主持人的小家伙 叫做短尾矮袋鼠 他胖嘟嘟的脸蛋子自带微笑 被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 短尾矮袋鼠是袋鼠家族中最小的兄弟 身高不足60厘米 体重6斤多 还没我家几米大 但小家伙眼里藏着星辰大海 懂得知足常乐 给点阳光就很灿烂 有口吃的就笑得像个傻蛋 不管吃啥都美味 树叶也能嚼出薯片味 他们综合寿命只有5年 所以很珍惜每天的时间 千万别上手摸 摸一次罚款300澳元 短尾矮袋鼠 靠位到识别小袋鼠 篡位了可能就不要了 大部分生物保护孩子是本能 短尾矮袋鼠是个例外 遇到危险先把孩子往外扔 用孩子吸引敌人注意 自己早已逃到千里之外 舍不得孩子跑不了娘 有点母爱真的不多 其实他们肚子里一直有个备胎 孩子还活着就存着 孩子挂了就马上发育再生产 这种技能叫做胚胎治愈 这样一只呆萌治愈的小拳击手 你爱了吗